美国总统拜登下周亚洲行 驻日大使形容是对中共的警钟 美国将在太平洋地区发挥强烈存在感 效应蓄势待发已见开端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美日23号峰会将提出遏止中共的霸权主义行动 防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蔓延亚洲 当美国面临在欧洲、中东、东亚三线作战 最优先要处理中共 美日还将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架构 韩国政府18号预告加入 总统尹习岳规划视讯出席 欧美西方国家现在已经完全开始了 叫后俄乌战争时代的一个布局 就是真正的中美对战的主战场 就会浮出水面 那也就是说在亚洲怎样围堵中国 日媒朝日报道 首相岸田文雄正在协调亲自出席 北约组织6月峰会 创日本首相先例 19号北约军事委员会国防部长会议 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确定将首度出席 中华民国外长吴钊燮也表态 台湾与北约未来应有合作空间 中国呢现在是一个是上海的封城 一个是国内的权力斗争 无暇顾及这些事情 所以在外交方面的话 看到美国在一步一步的 就是美日集团嘛 在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布局不好 但是中国现在基本上看不出什么抵抗和反击的能力 上周在华府拜登与东协国家领袖峰会宣布关系进入新时代 11月将提升为有意义实质性和互惠互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月底日本岸田文雄亲自访问东协的印尼 越南 泰国 大约一个月时间岸田就会面了欧亚等第13位关键国家的领导人 外向会见了六国领袖 意思说别一直盯着台湾 东南亚这边也有事情 逼北京回防东南亚 然后第二个呢 美国不是说也要什么援助啦 投资啦或干嘛 逼北京在东南亚恢复大撒币 美国等于在告诉东南亚 你们跟我合作 将来很多跨国企业会从中国撤出转到东南亚 东协就是一个枪头扫集团 他们对中国是敢怒不敢言 又害怕中国 而且中国有个威逼利用嘛 基本上要把这个集团搞定了之后呢 这个对中国这个包围网就会完成 新唐人野太电视 胡宗翰 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